老人照顾老人是部落长期照护的特别现象 在长照需求越来越高的台湾社会 部落面临照抚员年龄层居高的问题 依照台东圣民医院统计 负责的长照服务个案有400个 第一线服务的照抚员有60位 虽然照抚员的流动率低于10% 但照抚员的年龄层都落在48岁到50岁之间 未来谁来接棒照抚的工作成了一个大问题 现实问题直接冲击族人投入照抚员的意愿 台东陷进南北辖长 有时照抚员必须开车或骑车 前往30公里远的个案家做居家照护 来回游资成本过高加上人力缺口大 受照顾者快速兼加 照抚员就必须承担每个月超过最高 190个小时的爆炸性服务 我会缺乏是因为有的人有受训 但是也不敢 没有办法下去做 他们不会想做 有的时候是很多生病的人越来越多 年长的越来越多 在这方面愿意从事的人也很少 对对很少 所以很非常缺乏 很缺乏 其实是缺乏的 现在几乎几乎也都是爆炸性的 就工作的那个时数都太多了 对 每一个人都会要算被痛 像那个有中风或跌倒的人会怕 然后但是如果说我们用我们的母語去跟他沟通 慢慢建立关系的时候 他就很愿意开放 他就会配合你去做 如果这样我们每次很多人一起去的时候 像我们的主任会比较专业没有错 但是他们也不敢那个就会 就不敢动也不敢 有时候眼睛就闭着嘴巴也闭着不愿意配合 语言沟通五组是部落长者要求照服员前来服务的首要条件 即使其他族群的照服员拥有专业的知识 但是没有相近的文化相同的语言 照服员与个案的距离就会存在 前线照服员认为 在地人服务自己部落的长者 是最适合部落的长照模式 能解决人力现况 也能够解决四处奔波交通费用跟耗时的问题 继续在基本上无嘴台东达人采访报道